我今天不浪費時間去貼貼紙那些東西 儘管看看有什麼要做 首先是播放那一版 一按就有了吧 對啦 進來看看Steam直播 大家有沒有在Steam看過直播呢? 遺... 遺忘記打不記得打大家 真奇怪 附影音樂 有沒有在Steam看過其他人的直播 如果有試過看朋友玩的遊戲 就沒什麼試過在Steam直接 找別人這些不知名的直播來看 又在玩Stardew Valley 當然有很多Dota 這遊戲是什麼遊戲 Dead Rising 那麼多人用啊 King of the Hill H1C1那隻 H1N1 琴流感 還有... Personal Discovery Kill 我們稍後做啦 接著... Take a Screenshot 我們當然不在遊戲裡面 可不可以 take a Screenshot 一定要進了遊戲才可以 take a Screenshot 看看我有什麼Screenshot 很久了 很少用Steam這個Screenshot的功能 For Honor的盾 有很多這些... 是什麼... HER STORY Defense Grid 我一定會拍照 拍照 拍這個Screenshot 才做到那個... Quest 那我不管它啦 不做... 不要搞它啦 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 不理啦 只有你在那裡 可能只有Wing或者... 不... 可能還有觀眾在那裡 不如我們不說話的觀眾 不要緊 我們呢 就快快說說說 有什麼... 今天的... 這些highlight 精選的減價 有什麼是... 值得說一說的 WAR HAMMER系列 DOWN OF WAR 3 出了... 沒多久 在我WISH LIST 但是25% 就選了比較少 就不管它了 但是之前那代的DOWN OF WAR 2 就是DOWN OF WAR 2 自己本身 然後有RETRIBUTION 這隻LAST DAN 就是抽出來那個... 之前說過的三人合作 打一些HOT MODE的模式 就獨立抽出來18個半而已 那...自己的DOWN OF WAR 2 其實RETRIBUTION 好像沒有原本那隻DOWN OF WAR 2 和DOWN OF WAR 2的... CHAOS RISING那麼好玩 我覺得DOWN OF WAR 2OK啦 然後有一個Expansion 就是... CHAOS RISING 就可以用... 應該可以把你的MARINE 變成CHAOS MARINE 那...阿Fred Hello 你是弟弟嗎? PKLOOP PK還要LOOP住 那是不是不太好呢? 當然是... 大家的名字 喜歡怎麼改就怎麼改啦 就是隨口說 不要介意開個玩笑 那...再之前呢 DOWN OF WAR 1 就是比較傳統一些的RTS 來的 比較像... 傳統... WARCRAFT啊... STARCRAFT啊... 那些... 要自己弄兵啊... 那些畫面都比較簡陋 那些... 但是... 如果喜歡WAR HAMMER的話 都依然好玩的 我覺得... 那... 我之前就說過啦 是... 比較... 小隊戰略式 四個... 四個不同... 應該是四隊 不同... 兵種的小隊 然後就去... 打任務 那樣的 單人模式 也是好玩 也可以跟朋友... 嗯... 合作玩... HELLO! FREDFRED! 兩兄弟都來了 那... 我... 絕對推介DOWN OF WAR 2 的... 二人合作模式的 每人控制兩隊去玩 現在都... 減到很便宜了 基本上 但是就... 不一定要買去那些... MASTER COLLECTION 這些啦 MASTER COLLECTION 包什麼? 咦... 這隻OK啊... 83元包了這三隻 因為原本的DOWN OF WAR 2 就只是用... 好像只用Space Marine 跟著... Chaos Rising 就有一個是... 用Chaos Marine的Campaign 好像... 跟著再去Retribution 就... 有好幾個種族 可以用Space Marine 可以用Chaos Marine 可以用... 可以用... Elder 即是... WAR HAMMER裡面的精靈 可以用獸人Org 還可以用它 有些蟲蟲族 Tyrannid 好像叫做 但是比較... 脫水 不是應該說比較... 偷工減的東西 就是幾個... 不同種族的故事模式 玩的任務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的 都有些是重複的 HELLO BATKEY HELLO ERIC CHU 所以呢... 就... 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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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叫我騙錢的 總之有少少省錢 那另外這隻第三身射擊的... DOWN OF WAR 2 不是DOWN OF WAR 2 這隻... WAR HAMMER 40K的... Space Marine 也有玩爆了 那... 作為一隻第三身射擊來說 一般般 但是... 又是啦... 那時候都沒有那麼多... WAR HAMMER的... 射擊遊戲可以玩 所以這隻呢... 都... 算不錯的 看看今晚播片是否直線 我特意... 開場之前... 啊... reboot了一部機一次 所以... 希望它會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 沒有什麼gameplay可言 應該... 看起來就不太好 但是我段... 我段... 我段... 好像彈得比較... 這次我弄過的... 這次我弄過的... 好像彈得比較出 遮蓋那個畫面很大的地方 這些Trailer呢... 其實... 剛才的都好像算是in-game的畫面來的 但是... in-game得來呢... 又不是真的那個... 你玩的時候 exactly那個畫面 所以... 有少少... 看來都沒有什麼... 不太大用途 有沒有人喜歡WARHAMMER 在這裡... 我就不算特別... 太喜歡 但是... 自從... 那時候玩了WARHAMMER的online game 之後 認識了一些朋友 比較喜歡WARHAMMER 結果... 都玩了不少WARHAMMER的game 也都因為近年來... 嗯... WARHAMMER那個... 原本有去版權那個... 那個... GAME WORKSHOP GAMES WORKSHOP 還是GAME WORKSHOP 那個公司呢... 就放寬了很多 以前就很難才可以拿到... WARHAMMER的版權 來... 但現在很容易出多了很多遊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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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Don't starve啦 應該不用多說了 GEC altijd怎麼說了 GEC都頗良好玩 Er... 應該... 我是沒玩過 玩過了 Geoff CROIS II 嗯... 我就... 比較不尉 GEC的那個... 那麼誇張爆會飛起 但是... 但是我喜歡他有得玩覺散那項 但... 但... 能比較沒有 Kick CROIS II的Mark 沒有開槍的衝擊的感覺 或者是後座沒有那些東西 槍好像很軟弱 爆得太誇張 有些不是特別喜歡 但又是Open World Game 非常充裕的內容 但可能內容又是 你去不同的區域都是做一些類似的解放區域 搞一些破壞等等 但當然有一個主線故事啦 說回東staff 說回東staff 就是不用太多說 一種求生的遊戲 Clay Software 還是Clay Entertainment 就是Clay Entertainment 出品的遊戲大部分 甚至全部都是好東西來的 東staff 近幾年有看開Let's Play的觀眾 都應該或少接觸過 太多太多人玩過 太多人太多人拍過 之後出了東staff Together 就是一個 online 合作版 就更加方便大家合作來玩 但我覺得這遊戲某程度上是單人玩的遊戲 因為單人玩你才可以... 怎樣說呢 我覺得感覺是一個很奇怪的世界 單人求生的感覺 和有朋友合作是兩個很不同的玩法 但是我覺得單人才是他的精髓 又比較無助 你要好好安排自己一切才是那個... 原意... Hello Thomas 那... Don't start up 自己的遊戲啦 然後Together就是 online 連線版 然後還有MegaPack 我已經忘記了Rain of Giants 這個DLC是要錢的 我已經... 由於出了很久 14年了 我經常以為它是... 連著遊戲免費的... Grey之類的... 那它推出了這些Rain of Giants 還有之後的Shipwrap 這些DLC 就加強了原本的遊戲的內容 Shipwrap 我有買 但都未玩過 因為改變了遊戲的玩法都幾多 要整隻船 在很多小島之間去求生 就和原本一個大陸 那麼... 到處走就有點...不同 那麼... 那... 看到有隻這隻Snime Wrencher 又是Earlysses了很久了 什麼時候開始呢? 16年開始 那時候剛剛Earlysses的時候 都... 現在都依然是overwhelmingly positive 非常好評的 那麼... 挺可愛的 但是... 我看過一些評價 就說... 就是遊戲性比較... 就是玩來玩去 都是捉那些屎萊姆的東西 但是畫面的確挺漂亮的 我自己就沒試過這遊戲了 我想之前也有不少Youtuber 直播過拍過 有沒有人看過 我不太知道他究竟... 玩起上來的內容 究竟要玩些什麼 有沒有什麼故事性 除了一些公仔很有趣之外 你做一個屎萊姆農場 吸光這些東西 回去養啊 還是怎樣 有沒有玩過Dead Rising 3 我玩過Dead Rising 2 我打爆了Dead Rising 2 但是三代呢 就... 本來之前想說跟朋友玩 但是朋友又突然... 後來又不是太喜好3D世界的東西 所以就一直... 就... 沒有買到 沒有玩到 玩了二代 三代... 三代好像已經是沒有了那個時間限制了 因為Dead Rising系列呢 其實... 今天是不是有... 重點推介的Dead Rising Dead Rising系列 即管按進來吧 這隻Capcom出的喪屍遊戲 由第一代開始呢 就已經... 有一個特色的 它裡面的故事發生 那些情節發生呢 是限制時間的 就是你那個時候 你不去那裡 見不到那個NPC 之後就見不到的了 那件事就觸發不了的了 那所以... 如果你想要做足些... Event啊 做足些... 情節啊 就要... 某程度上呢 可能你要看著攻略啦 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去哪裡 那... 另一個重點就是 Dead Rising裡面... 呃... 很多喪屍 還有... 呃... 你大部分時間都不是拿槍打的 玩肉搏啊 玩近戰的 那... 而那些近戰武器呢 你就...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 隨身或者隨街撿到的物品 去合併而成 最基本就是棒球棍 再加一些釘 那就會... 變成一個釘... 釘棍那樣去吐人啦 那... 那你都見到... 在一個... 因為在一個商場裡面 一個... 呃... 類似島城的地方 那... 有些... 那... 道具呢... 全部都可以用來打一些喪屍的 掃把啊... 地拖都用來做武器 那當然... 就不一定見得一樣的武器 都很有殺傷力啦 你看這裡... 幾個滅火桶 再把炮獎 或炸肉的東西拼在一起 丟出去就會爆到飛起 和可能四圍飛 那... 有很多奇怪的武器 這個好像是... 那些什麼... 吹...吹落葉的那些機 呢... 再加把太陽散 就可以堆堆堆堆堆堆 那些喪屍 那... 有很多奇怪的武器啦 簡單來講 都有很多奇怪的角色 還有... Dead Rising裡面呢... 最可怕的呢... 就不是那些喪屍啦 是那些... 黏了線的人 多數那些大佬呢... 全部都是人來的 因為那些喪屍呢... 就只是阻礙著你而已 二代好玩啊... 二代... 就是三代呢... 就... 其實一、二代都有那個時間性的東西 三代好像就撇除了這件事啦 那... 但是... 就是有些人就喜歡啦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不要給這個時間限了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有些人又會覺得 三代沒有了這件事 就失去了 Dead Rising那個... 嗯... 那個特色啦 那... 還有說三代似乎 有些去得太準啦 因為覺得... 就是... 那些人覺得 他的製作團隊認為 哦... 就是Dead Rising最出名就是 奇奇咧咧咧 很多奇怪的武器 那... 就... 搞到... 過了火位這樣啦 就...你看到幾誇張一下 那些東西 那... 搞到這遊戲自己原本那個... 就是喪屍世界那樣東西 可能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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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 Rising... Dead Rising... Dead Rising... 不是出了第四代嗎 之前好像... 不包在這裏嗎 我記得好像有第四代的已經 四代好像更加不好玩的 文說 那... 那... 就... 那一隻在... 那一隻在... 那... 還沒買... 價錢還是稍微貴一點的... Death Road to Canada 又是... Pixel Art... 這些公仔都頗有趣 又是喪屍喔 剛剛說完... Dead Rising... 繼續說這隻都是喪屍 又是很多喪屍喔 那... 這隻是... 嗯... 動作... 冒險遊戲啊 有些... Roguelite的成份 但你看到這些公仔全部都是紙板 真的頗有趣 嗯... 不是好... 了解了很多 就是... 聽過一些介紹 看過... 聽到一些Podcast 聽到成讚之後 那... 但是就... 還沒買來玩 我記得阿可可地好像直播過了 這個就已經 嘩... 我們可以控制一隻... 八哥仔做我們的... 控制角色的喔 嘩... 沒有被很多喪屍 對了... 那... 那... 拿著車企圖 由美國逃去加拿大啦 對吧 都不一定有車喔 我看到他們逃步走啦 那... 我沒去過後 被9000隻喪屍圍到車都爆迷,真的不用一個人好 打算玩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是什麼? 不是很熟悉 所以可能沒打算玩 是什麼? 我稍後查一下是什麼 再說Soma,Soma我不是很熟悉 也是一隻恐怖的第一身探...冒險?探索遊戲 一來恐怖,但我聽過故事不錯 而且氣氛也不錯,但我夠不夠膽玩呢?就另一回事 有些敵人好像是一些失控了的機械人之類 文說故事不錯,所以有點興趣,但又是很恐怖 Hello Y,再說一下是什麼 No Man's Guy是在我的Wish List 一隻出了之後都滅滿成風雨的遊戲 它本來主打就是你拿著一隻飛船去太空很多很多不同的星球去探索 可以找到很多奇怪的物種,遇到一些外星人 然後收集物資,upgrade你的飛船 最終的目的就是飛向宇宙的中心之類 但遊戲未出之前就非常... 那些叫什麼? hype得很厲害 每個人都萬眾期待得很厲害 但出來之後當然有很多承諾的東西做不到 就被人說說謊之類 所以結果就成為2016年其中一隻最令人失望的遊戲 評價是不好的,但之後呢 它patch都patch了我,我想patch了不少東西進去 但現在究竟有多少內容呢?我都不知道 你看到以前overall most negative 現在近來起碼都... 攀升回去mix呢 就叫做改良了 但始終... 發現它有些東西始終改不來 因為你始終是... 它說有無數這麼多的星球給你探索 但始終那些星球上面很多東西 都是比較重複 你下去除了收集資源之外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那些是改變不了的 又或者是本來就說會有一些multi-player成份 但結果這遊戲是... 大家是... 說去了同一個星球 那些玩家都找不到對方的 根本就...應該是沒有multi-player成份在裡面的 那這些都是... 幾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真的patch了multi-player那些東西進去 但總之這遊戲依然在我的... wish list 上 可能減到幾十塊我會... 直接一試 下面什麼? 啊!這隻啊? 這隻我看過一些... 嗯... youtube介紹那些東西 就... multi-player的遊戲來的 一個呢 就控制BB 就是兩個玩家 一個控制BB 一個控制爸爸 或者是否可以做媽媽的呢? 不知道啦 總之呢 控制BB那個玩家呢 就盡量要弄死自己 那控制爸爸那個呢 就盡量不要讓他弄死自己 那你身為BB 你有很多方法弄死自己的 進去找電池來吃 把自己困在焗爐啊 玩一下... 那些... 刀刀劍劍啊 刀啊... 還有一些利器 你看到現在是BB畫面 在爬爬爬爬 這隻遊戲我不打算玩了 不好意思 看樣子都製作比較簡陋 我覺得這些是... 純粹適合我... 你看到電掣呢 他現在在找些東西去塞鬼電掣 讓B不能插手指下去 SOMA好遊戲 恐怖成分不高 但是我不是很... 恐怖東西 小小都未必好得 B現在想主屬自己啦 那身為爸爸的你呢 就要... 拿回去出來啊 就是這樣啦 這遊戲基本上 看過一些介紹 看過一些YouTuber玩 自己玩呢 就應該不是太有引 老實講 就是看上來搞笑的遊戲 屬於那些 這隻我有興趣的 The Sexy Brutel 又是一隻呢 聽評價很不錯 然後又說 盡量不要... 就是知道遊戲太多 盡量Go in blind 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 進去呢 就會得著比較多 所以我又沒有很... 深入研究他來做些什麼 以我所知呢 他有些偵探的成份 你就要去... 有些... 有些時光倒流的成份 去... 查出一些命案 究竟是怎樣發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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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要怎樣玩呢 我猜是控制於人仔的房子 走來走去找情報 找一些物品啊 找一些線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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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現在多少錢? 33% 我覺得都是比較新 不知道會不會在這個時候買來玩 但其中一隻 怎麼都會等到他減價買來玩的遊戲 shovelite 昨天說了 這隻都是我Wish List的 For the King Early Assets 之前 Very Positive 現在變成Mix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我純粹看畫風不錯 有些戰略成份 未深入面介是什麼 見是Early Assets 先放在這裡 有沒有觀眾已經 了解過這隻遊戲是什麼呢? 對了 都沒有什麼人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變成Mix了 有空了解一下 究竟有什麼問題 才跟大家交代 不要浪費時間 Battlefield 1 或者新的那些 我之前說過了 一隻半隻 不特別喜好 那麼像真的 軍事的射擊遊戲 所以應該 新的那些 和他連連出發 追不到那麼多 應該都不會去玩的 值得說一說 這隻 Reactive Drop 就是Alien Swarm 近來 出的一隻 Expansioning 我自己都沒有試過 但Alien Swarm 很久很久之前 Steam無緣無故彈了一隻 免費的合作 Twin Stick Shooter 出來呢 而且難度都幾高 那... 出了那隻之後 內容不算太多 有些MOD 就可以加一些內容 進去 但遊戲始終都說 內容不是太多 但近幾個月 早上一個月 就出了這隻 Reactive Drop 再新的版本 再新的任務 我不知道這隻 遊戲本身 有沒有 跟舊那隻 有沒有 升級過任何 也純粹加了任務 看來就... 不知道敵人有沒有多了呢 但總之又是免費的 如果有朋友 合作玩就更加好 跟街外人玩 可能有少少難度 因為這遊戲呢 有些... 好像有些PVP 我現在看的 因為這遊戲有Friendly Fire 即是自己有 會打到自己有 如果你沒有任何 溝通的情況下去玩 就很容易弄死自己人 或者被自己人弄死 我以前也有試過 跟街外人玩的 Alien Swarm 為什麼我的背景音樂 突然變得這麼激 的東西 還是屬於... 還是因為這遊戲 走出來的 不是啦 如果之前有玩過 Alien Swarm 現在可以玩一下 這隻新版本 好啦 那我們說了幾隻 在他今天這些 重點推介的遊戲之後 我覺得我... 我比較喜歡去看 Q的其實 因為Q裡面呢 他什麼類型的 好像Hell Diver 其實應該是Hell Diver 好像他也真的 因為... 我覺得Alien Swarm 應該是出先過Hell Diver的 的確的 玩Hell Diver的時候 都覺得是... 基本上是同樣玩法 但Hell Diver 就有少少像... 又有些Magicca的成份 因為Magicca的法術是要自己 插出來的 那麼Hell Diver的那些... 特別的道具呢 也是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這樣插出來的 跟Rainbow Six Siege一樣有 一樣有 有什麼? 有合作還是什麼? 咦? 好快跳了剛才那隻 Rainman Legends Rainman這隻都... 好一段歷史的2D平台遊戲 我以前都有玩過最初那隻 但是... Petformer不是我特別喜好的一個類型 這隻Rainman Legends就... 好像評價不錯的 但是... 我不喜歡Petformer的話 就... 沒有打算買 沒有打算玩 但是... 評價是不錯的 有Demo 喜歡的話可以下載Demo來... 看一下 Rainbow Six Siege可以自己人打自己人 沒錯 因為都是屬於一些象徵的東西 那麼... 多不多被自己人打死 Rainbow Six Siege 應該不會經常被自己人打死吧 因為你起碼... 應該不會整班人 追著這個門口去... 去打吧 一人一人... 一人手一些地方 RPG Maker做出來的 Indie RPG遊戲 這隻應該叫做 Tale of the Elements FC 叫做FC是不是扮回Family Come 即是... 任天堂年代的風格呢? 實在在Steam上面 現在都有很多很多這些Indie RPG 哪些好哪些不好 我不太清楚 問死人可能知道多些 這隻Rainman的話 如果喜歡玩這類遊戲會很喜歡 對... 即是... 我... 以我聽回來就是... 作為一隻平台遊戲 就是很好的 但是... 看看你喜不喜歡玩平台遊戲 首先是要... 如果是好好的話 就算你... 不是特別喜歡平台遊戲 你走去玩都應該會覺得不錯的 對... 但只是... 好像有這麼多遊戲的人 又不是特別喜歡平台遊戲 就可能... 不會走到去玩的意思 就是... Manastorm Champ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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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VR的 為什麼有個真人在這裡 的確是有真人在這裡 Early Access東西 VR東西 儘管... 儘管進去按一按 完全不知道是... Manastorm不是之前出過另一隻遊戲的嗎? 但是... 現在就... 有卡牌成份的... 第一身射擊? 你看到它拿著這樣的東西就是... 這塊... 我忘記了... 這塊是HTC5 還是... 好像是HTC5的控制器來的嘛 看來都好像幾有趣的... 沒有聲音 聽不到... 有些怪物在這裡直接可以撿牌 丟出去打人 這樣... 這樣拼出去... 召喚一些東西出來打 但是... 對... VR... 如果暫時無關 基本上... 加上Aly Access就不理它了 Friday 13的Game 有沒有打算玩 又是PVP 我們經常講這些PVP 有些東西... 呃... 不是好有特別想玩 Dead by Daylight好玩多些... 多些殺手用 兩隻遊戲呢... 我都... 有看過一下 但是... 都是... 不是很想被人在網上屠殺 所以... 應該不會玩 Pixel Worlds Mixed 這麼鬼... 樣子這麼鬼... 這麼鬼... 我本來想說Facebook Game 但是又不是Facebook Game 只是... 以前... 什麼... 風之谷那個年代那些... 台灣或者日韓的... 2D MMORPG H1C1又是... 又是要在... 大家... 大家是不是很喜歡那些... Battle Royale類遊戲 就是... 互相斬殺 大屠殺 那些... 我就不太有興趣 那些 而且... 那些遊戲很多... 我覺得... 製作的質素... 一般 因為... 重點其實是... 不用製作的質素很高的 因為重點是... 你玩家對玩家之間的互動啊... 去... 被人伏擊啊... 出賣人啊... 被人出賣啊... 那些東西... 那些就比... 要說... 那些animation做得好不好啊... 等等... 那類型的遊戲我... 有沒有玩過呢? 我有玩過... 我玩過... 7days to die咯 但都不是說去... 一些... 批評的伺服器那裡... 當人玩都是自己... 自己跟朋友... 對咯... 在一個... 在一個... 私人的伺服器那裡... 那樣子... 這種看樣子呀... 挺有趣的... Mostly positive 免費遊戲來的是不是? Fight the Enemies 這些完全是手機遊戲推薦的鏡頭 一大堆鏡頭 但我完全看不到這遊戲 究竟是玩什麼的 終於看到了 一格格 又不是轉珠類的東西 還是... 嘩嘩嘩 好大聲 是不是手機移植啊 這隻大佬 這隻公仔是挺有趣的 但是手機遊戲其實很多公仔都很有趣 不過玩法是不是路抄 還是怎樣 這隻是推進一堆 數字路會加 用了那隻 那隻Match的遊戲 我以前都玩過幾隻遊戲 Outlast 2 死佬都說過了 一般沒有一代那麼好 而且一代我都沒有玩 二代就不會去玩 這麼恐怖Outlast Outlast是其中一隻 我覺得真的會恐怖到不想玩的遊戲 而且場面好像比較噁心 Metal Slug Defense 評價...Budguide 為什麼Metal Slug推出了一隻塔防遊戲 這個不是... 又是... 說你只有那幾個screenshot 還要看完都看不到你玩什麼 進去看影片吧 是不是Cricker 還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會評價這麼差 Metal Slug這隻街機以前很出名 然後後來在Niogeo那些機器 就有得玩的2D射擊遊戲 都頗難玩一下 好像他移植了一大堆去PC那裡 好像有一隻 我忘記了那隻是Metal Slug幾 5還是3 我忘記了 都真的頗難玩 我覺得 不停死 靠Continue 打散去 但是這個有些拳王的角色走出來 這隻Metal Slug很神奇 是怎麼回事 但是為什麼評價這麼不好 Free to Play 不過原本是Free to Play 就是課金東西 下面全部有很多DLC 賺錢買 都不便宜 一個DLC基本上最便宜的是40元 最貴的是100元 所以應該也是要 給很多錢去買的 What a stupid release Vision that already started 又是課金就很難玩得贏 那一隻全部都是Pay to win 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最大問題 Pay to win 即是課金不用只要玩得行 我們都不要理他 Tomb Raider哪一隻 我有... 我有... Laura Croft Temple of Light 四人合作同學都玩過 那兩隻我有 另外也有重新reboot 那隻Tomb Raider 前兩年那隻也有 但是... 但是沒什麼時間玩 不要推介這些東西 全部給我都是mixmixmix 這隻畫面實在 令人沒什麼心機看下去 加上又是Free to Play Adventure RPG 那麼多劣評就... 簡直是不理他 看一看會不會是蒼海遺珠 但是看完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隻就真的看來好像風之谷那一類 可以組隊進入一個... 房間裡打任務 看完的screenshot都沒有什麼幫助 再飛 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Undefeated 又是RPG maker的... 的Indie RPG 那... 不知道啦 我真的... 這些不靠口碑都幾難知道哪一隻好哪一隻不好 我覺得 Mac Max看起來很好玩 又是Open World 那證明啊 FratFrat你之前不是你說... 是不是你說... 剛才那隻什麼... Just Cause 你都幾喜歡Open World的東西 Mac Max又是了 又是Open World內容非常豐富 但是那些任務可能會有些重複 那類 但是... 我記憶中聽回來 Mac Max在這些Open World的遊戲來說 算是... 比較好的一隻 但是好像又... Mac Max不是Ubisoft出的 好像不是 越南大戰又是賣了給中國 賣了給中國 所以就變成Free to Play 然後就變成課金遊戲 所以就又搞成這樣 出賣這些奇怪的版本 這隻不知道 又是... very positive 但是... 但是... Indie RPG呢 實在... 一千上萬 究竟玩哪隻好 不玩哪隻好 而且RPG 還要擺明是JRPG 即是有一定長度 雖然很便宜 9港幣而已 但是就很難特別 脫泳而出 實在我覺得 Grim 7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鳥堪角度 有寒血條 看了一些screenshot都不知道玩什麼遊戲 看來是 我想這個是主角 有件袍這個 然後這些段故事是敵人 畫面就挺簡單的 連敵人也挺簡單的 你可以說畫風特別 Head and Slash Fantasy Indie Action 就算是類似Diablo那樣的 Action RPG 但是又是了 這樣的樣子 有什麼突出 令人去玩這隻遊戲 戰鬥是不是很好玩 完全不覺得很好玩 一衝過去 瞄過了敵人 完全連一個死的動畫都沒有 總之被你打死了 就斬斬一下就消失了 這樣... 這樣又很難吸引人 去玩這隻遊戲 老實說 對啦 不好意思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賣點 有沒有人告訴他 最好的東西就是在美術風格 其餘就比較不值提 實在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吸引 FatFat 回頭回頭 FatFat 回頭回頭 說了什麼 現在來介紹一下 Trial of Light給我 一隻都... 當Ubisoft在這裡推出了很多... 第三新 Open World Game 他突然推出了這樣的Trial of Light 那時候都挺驚奇的 是一隻... 日系RPG 基本上只有幾張圖 大佬 看片啦 但由於他的畫很漂亮 好像兒童插畫 文說故事就一般 還有一個重點 是他的... 對白好像C一樣 壓得穩 但好像不是寫得太好 所以...收不收 我就不知道了 我沒有玩過 朋友玩過 戰鬥就... 好像有特色 但不算... 特別吸引 原來... 他的公仔是2D公仔 還是... 都是3D Polygon 來的 看不清楚 但就是說 這些... 那個畫面 真的很漂亮 可以說 我有興趣試的 其實Trial of Light 但... 會不會說玩得很久 就很難說 挺有趣 因為整個...整件事 Resident Evil 7 嗯... 好害怕 但... 我怕... 會驚嚇 因為... 比較血腥一點 我其實自己就... 挺OK 生化癌機的系列 以前 在家庭機的時候 很多隻都有玩過 1...2...3... 1...2...3... 3...Veronica 沒有玩過4... 沒有玩過0... 玩過5... 沒有玩過6... 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 跟著那兩隻... Revelation 7... 就... 現在都好像不是減了很多 看看以後會不會有機會 減了才... 先來玩啦 很多人勝贈 我知道 跟正傳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嗎? 那其實... 他很多隻 我覺得... 去到5... 雖然說那些角色是Chris做主角 等等... 但... 突然那些病毒... 他們喜歡怎樣變種都可以的 雖然又有Resca是做壞人 但... 去完一個新的地方 總之你都是打喪屍 最後都是Embera是幕後黑手 所以其實... 又不見得說... 那些故事... 那個... 那個關聯 就算是有關聯 都... 好像沒什麼大所謂 BioHazard 你玩也都... 不是好... 你都不是為故事而玩啦 基本上 你後來知道這個故事 一回事啦 我覺得... 這隻叫什麼? Kitty... Kittypocalypse... ung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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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塔房來的? 這些是不是你的敵人啊? 然後有些塔在射中 似乎是塔房遊戲來的 看來 但是... 那些敵人全部是這個紙箱怪 就不是很吸引喔 這隻連人都不同 不關扇子事 還說是... 說是新系列 喔... OK... 但還是有喪屍吧? 有些... 類似喪屍是妖魔鬼怪 還有一些變態的人 我知道 Assassin's Creed Syndicate 我只玩過第一代的Assassin's Creed 接著就... 基本上驗了Assassin's Creed 雖然我有... 我好像有二代和有三代 不知道有沒有Brotherhood 因為那時候 見便宜買賣買賣很多 那我已經忘記了Syndicate是哪隻打哪隻了 所以... 答你不到 有什麼評價 我只記得Unity Unity是... 很多Bug 所以被人彈到飛起 我記得Black Flag變成了玩海盜 所以那些人說有海上戰是比較吸引 那之前... Black Flag之前是第四代 就是去了... 什麼... 玩過是... 熊回背景那個的時候 那些人說就... 比較悶 Syndicate我就... 不記得哪隻打哪隻了 已經... Hydrogly Empire 啊? 又是塔防 我昨天... 昨天在這裡說塔防 今天你不用馬上給我看幾隻塔防遊戲 但是... 看樣子就非常之一般 塔防其中一個最忌忌的東西 就是... 很不清晰究竟發生什麼事 Syndicate是英國黑社會那一集 是... 未出還是出了 新一些的話 不清楚 亦都應該不會特別想著去玩Essence's Creed 這個時候 反而我可能... 就算玩... 我可能會玩2 一直玩下去 或者我其實有興趣去Brotherhood Brotherhood 因為好像... 可以招攬一些手下 有些經營的成份 那樣嘛 除了自己出去... 打生打死之外 那這隻低... 低質素的... 3D Polygon... 造成的角色呢 就已經減了分了 基本上 看起來更像WARCRAFT年代的3D 現在推出來就... 其實不如就不好了 做2D好過了 其實我覺得... 好了 我們基本上完成了Q了 但其實可以多看一條Q的 一天可以看三條Q去拿卡的應該 但我們留時間呢 在那裏又看看Wish List 不如... 我們是...排開日子 OK... 我們昨天看到... 看到... New Clear Throne OK... 那今天繼續看下去呢 又說Hitman什麼 Hitman... 有啊...有興趣的 不知道會買的 這隻... 這隻Epic Story 我們... 差不多在第一次 開始搞直播試玩遊戲的時候 就玩過了 是一隻打字遊戲來的 控制一個騎著這隻三尾狼的女生 是這個... 畫風很漂亮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紙丟 或者摺紙摺出來的 所以... 畫風很不錯 那進去呢 就會去到一些地方 就會不斷附近的地人走出來 然後你就... 跟著他們打字 然後就會打死他們 那... 那... 即是... 戰鬥部分就是停下來 只是打字的 那... 探索部分就是探索 那... 我覺得其實這遊戲都不錯的 玩得久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悶 因為... 好像都是探索 和打字的樣子 但是那個... 環境的確好漂亮 現在最新那一集 EV公布了一個是玩古怪及 沒錯... 是... 二代... 那幾集評價最好 之後是黑棋 對... 經常玩 二代... 還有... 二代那幾集 不知道怎麼為二代那幾集 二代有些... 有些...有些衍生出來的... 哇...有31個screenshot 不用看完 之前玩過的不說那麼多了 等它... 減價可能會買的遊戲 Choice Chamber Choice Chamber 放了一個Wish List很久 因為這遊戲... 以我所知 就是它可以一邊直播的時候 讓觀眾去... 影響你的遊戲的 就是... 我... 在這裡說... 類似說... 比如... 那些觀眾是不是可以生怪物出來啊 或者說... 要不要生條龍啊 還是改變環境啊 這樣子的... 但是... 我不知道它實際是怎麼運作了 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有機會可以... 就是... 直播的時候是會有觀眾去... 加入去... 搞...搞... 這個... 這個... 這個遊戲的狀態 我實在... 我最大的問題是... 不太知道它怎麼運作 可能要幾百個觀眾看 才... 才值得去做 二兄弟會和啟示鑼 講解... 就是... 好評那幾隻 Team Fortress Casting 不會玩回啦 要玩玩Team Fortress 2 算啊 但... 那個... 畫面未免實在太舊了一點 現在來玩我... 我... 不覺得太吸引 玩法... 我也覺得應該沒有... Team Fortress 2 那麼... 不要說全面啦 以前因為... Team Fortress Casting 還是... 比較一隻Half-Life的Mod 那些什麼... Rocket Jump啊... Bunny Hopping啊... 那些... 比較奇怪的技巧呢 比較難學啊 我覺得... 所以應該不會走回頭去玩啦 老實說... It is Dangerous 為什麼會... 評價這麼差呢 另一隻... 駕駛飛船的遊戲啊 好像... No Man's Sky 那樣... 但這隻就... 主要不是在星球上 落地探索 找資源啦 就是在太空上 接著去做啊 會有些戰鬥啊... 還有... 駕駛飛船那部分呢 好像說... 那個... 模擬成份比較高的 就是... 很多東西... 控制比較難的 好像... 起飛和降落 已經是... 一大考驗 那樣... 那樣... 還有... 如果你有支... Fly Stick呢... 即是... 玩戰鬥機那些... 遙桿呢... 就會更加好玩 那... 有些興趣去... 接觸一下... 究竟是什麼回事啦... 但是... 我又沒有支... 飛機的遙桿... 老實說... 那... 價錢... 不需要貴啦... 已經減了價錢... 百鬆一點... 不知為什麼現在評價不好... 是不是內容不夠啊? Really Pretty Ga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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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文說都是這樣... 就是... 骨架做得好... 但是裡面其實是沒有故事... 在這裡... 帶領去做什麼的... 所以玩起來呢... 就... 除非你... 就是自己摺一下... 就好像一個... 一個... 星際的商人啊... 或者是... 融兵啊... 摺一些東西來做... 那就... 不知道... 玩起來會不會很悶... Triptune Champion... 一隻音樂遊戲啊... 這些... 節奏遊戲... 跟著按鈕... 呃... 我不算... 好玩得可以這些遊戲... 但是我又有些興趣玩... 我其中一隻... 最喜歡玩的... Audio Surf... 某程度上都是這類型的遊戲... 有點不同的... Audio Surf... 又不用跟著節奏... 去... 按得對的... 而且這隻... 我看過... 畫面幾簡單單... 好像... 玩一些... cheap tune... 比較... 簡單的... 的... 的... 那些... 遊戲音樂那類... 那些... 呃... 有些興趣... 沒有什麼深入研究過... 繼續放一下... Black Corset... 就是減極都不是減得很多... 這隻遊戲呢... 是... 有些... 又是偵探類的遊戲來的... 你... 控制...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控制一班啊... 還是一個... 學員... 我覺得那些人好像是學員那樣... 你看這些好像學生的... 呃... 制服那樣的... 哇... 這個紅面人... 那我不太知道它的內容怎麼玩啊... 我只看了一個介紹說是... 呃... 偵探遊戲... 那... 而且... 好像有些... 叫什麼... 有些類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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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些... 好像只有可以使用女主角的... 那些... 女主角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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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oxone lava...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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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昨天... 忘記說哪一意思... ілip... 之前說哪一事情... 公典賽... 就...超多文字要看的日本文字冒險遊戲 又是有偵探的成份 我們很奇怪這堆遊戲可能剛剛找到一些偵探遊戲 然後就搞到放了一大堆偵探遊戲進去Wish List那裏 所以這隻都是其中一隻 但我所知是非常多字要看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拍起來 應該是說到口乾的 看看影片會不會有些奇怪的東西給大家看到 應該是死人 角色夠奇怪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吸引的地方 畫風不錯 我也覺得 但好像沒看到這遊戲是怎樣玩 只是有很多角色角色角色的樣子 我起初經常把這遊戲... 昨天觀眾說這遊戲中文是叫什麼 什麼彈...彈...不知道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我經常以為這隻是... 暗殺教室之類的東西 但暗殺教室應該是另一樣東西 那些血粉紅色 沒有留意她的血是不是粉紅色 沒有留意她的血是不是粉紅色 沒有留意她的血都不太知道 終於有些Gameplay畫面了 Trial 審判 那就是要去跟不同人聊天 究竟看一下裁判誰是有罪 跟著就要...就會死人 都是一些比較...有些心理變態的... 日本Game 經常想起一些比較變態的故事的設定出來 我經常覺得... Pull the trigger 那... 但都是因為這個設定而吸引了我 去留意一下她的 這隻是叫做... Avery... Avery...應該是Avery... Avery Attorney... 就是... 我... 沒有深入了解這隻是什麼 老實說 我只知道呢 它是... 白甲...白甲律師之類的 很古典的畫風 那... 那些角色呢 全部都是... 雀仔啊 獅子老虎啊 這樣 我... 好像看過一下她的玩法 不知道會不會有點像逆轉裁判 就是出去... 找一些... 證據 準備好呢 就開庭 在庭上面呢 就看看怎樣... 說服大家 去打官司 去... 找出真空啊 或者幫你的... 那個... Client 辯護啊 這樣 總之覺得又是... 很特別 很奇怪的這隻遊戲 所以放了Wish List 但是又是... 一直都不是減得太便宜 比較... 比較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的遊戲呢 就是不是很夠膽... 不是很夠膽是一個比較貴的價錢買了 雖然現在Steam就... 就是... 試了這遊戲兩個小時... 留下兩個星期之內可以無條件Refund 基本上 所以其實都不用太擔心的 真的試了發現很不對勁的話 可以儘管Refund 但是... 我又不是太想... 呃... 就是隨便買回來試了 如果不適合就去Refund 好像... 自己沒有做了... 功課... 就去... 又令到... 人家就不會有損失 我想那些... 團隊去收了錢 但是你最後沒有要到那隻遊戲 那就... 那就退款 但是好像令人很失望 以為很多人買了那隻遊戲 結果那個退款 彈丸輪破 彈丸輪破 剛才那隻叫做 紀獵奇 的確是紀獵奇的 Hello team games 你這個名字這麼有趣 再來 Stardew Valley 那... 幾天好像去年彈出來 還是前年彈出來一隻 不知道為什麼受到很多人追捧的 類似... 我不知道究竟是類似Harvest Moon 還是類似... 另外一個叫什麼 總之牧場物語那類的遊戲 我沒有什麼玩過這類型的遊戲 但是看他評價很好 我有試玩過這隻 因為朋友買了我試過 那... 的確未必是... 好是我喜歡玩的類型 在一個... 即是說你... 逃離繁囂的生活 拿了... 爺留給你那塊... 那個田地就回去... 反撲歸真 又種田的生活 然後就在這個... 鎮仔那裡可以跟其他人有很多... 交流啊 認識一下他們啊 交朋友啊 送禮物啊 這樣啦 其他的時間就是... 種菜... 然後拿去賣 但是也有些... 故事情節的會有些... 呃... 有些故事事可以觸發到發生的 那... 我想... 在這類型的遊戲來說 在這類種... 種... 種菜... 玩龍場... 的遊戲來說 是屬於... 質素是不錯的 但是... 你究竟是不是很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我們一邊看這遊戲 但是那個背景音樂很緊張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Play Day 2 Play Day 2 我也玩了不少啦 跟著同學們都... 直播過... 也都玩了... 即是基本的遊戲的大部分的Mission 但是之後那些... 去DLC那些... 因為很多DLC就太煩 跟不及那麼多 而且玩DLC那些呢 很多都很難玩 或者要你... 升級才能玩得好 很多是我覺得 那... 所以... 遊戲也都grindy一點的 即是玩得頗多才能儲得到... 錢啊... 去升級買一些... 裝備... 買一些MOD之類的東西 所以就... 應該未必會走回頭去玩 他早前做了一個免費派遊戲的 Play Day 2 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派完啦 他說派200... Million 還是... 兩個Billion 好像... 2000萬隻左右 現在不知是否還是free呢 Play Day 2 我們可以按一按看看一會兒 快點玩Games 今晚... 寫明是... 不會玩Games的 所以... 若果想著是看Games的 可以... 對... 摘一再來過啦 Dead by Daylight 之前說過啦 又是PVP互殺的... 都不是叫互殺的... 被人追殺的Games 不是... 特別有興趣 還有... 又是有朋友玩就好玩的 你出去街外這樣... 我又不覺得太吸引 這隻... Sonic Century 就是... 2D版的Dark Souls 被人評為 因為那些戰鬥呢 又是... 類似Dark Souls那些... 如果你出手的時機不適合的話呢 500萬那麼少 那隻Play Day 2拍了 我有音樂突然彈回Portal音樂 對啦... 那... 評價不錯 自己沒試過這隻 看上來呢 戰鬥沒有Dark Souls那麼慢 但是你看到他... 我當然要看你用什麼武器啦 我看到他用過比較大的鎚 就... 攻擊是慢一點的 你看到BOSS的動作也都是... 似乎有很久的準備動作 那些敵人的攻擊很多時候 所以... 就是要看準時機 避過敵人攻擊之後 反擊那一類 老實說的畫風 我又不覺得... 很漂亮 或者不算很吸引我 所以應該... 會要是減得頗便宜呢 我才會... 買的啦 這隻 我又沒有說十隻啦 建議你選哪隻遊戲 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類型的遊戲 很難建議你 就這樣說一隻 就...就選到出來的 建議玩T... TF2咯 什麼人都應該去玩玩TF2咯 免費的 我們剛才... 這裡開了1...2...3...4...5...6...7...8... 有些之前說了 NBA 2K7 這隻難過Dark Souls 因為少了很多位秘 那的確是一個2D的畫面 Dark Souls 3D有什麼事 你都說了 可能可以走遠一點都可以 這個2D的平面 可能這隻東西在你前面 你真的想走到幾難 或者後面又沒有退路的話 尤其是 SuperHot SuperHot 我有興趣的 昨天說過啦 會想說... 我... 我會... 買來玩的SuperHot 看看價錢而已 NBA 2K... OneSeven就... 以前我有玩NBA Live的 嗯... 但是2K那個系列就沒什麼... 好像玩過一集半集 也不是一個籃球迷 我比較喜歡足球的 所以籃球遊戲就很久沒玩了 而... 現在基本上 籃球遊戲都被2K的壟斷了 我就... 每一集都還有很多人玩 但是依然每一集都有人說很多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要玩NBA的遊戲 我想你都... 都沒什麼選擇啦 所以就不是存在說... 究竟NBA Live... 不是...NBA 2K的系列好不好 是你有沒有另一個選擇 根本 射擊類型生存類 因為... 觀眾剛才... 剛才說的那一集 呵呵... 因為射擊...射擊類... 又要生存類啊 剛才... 剛才... 提到哪一集 Dai...Dai...Dead by Daylight啊 但是那些就不是很生存的 Daisy啦 或者那個...N... 剛才那一集是什麼? H1C1啊 那一集 對啦 都是比較多人玩的 哪一隻好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沒有... 比較少玩Online那些... 要求生的Multiplayer的射擊遊戲 Plaid Involve Evo... Plaid In...In...Involve 是... 呃... 都有不少好評的一隻 玩病毒的遊戲 我知道是 我好像... 在iPad那裡有 但好像沒試過 PC版好像貴一點 那所以... 說不到些什麼 我自己沒試過 因為... Mac Max不是很生存的 是吧 H1C1 我知道現在應該還有很多人玩 所以我覺得都應該是比較有保證的一隻 那...Mac Max我就不知道了 Mac Max是... 單機的嘛 主要應該是 還有... 尊不尊求求生呢 我就不覺得很... 很求求生 好啦 我們說完這隻... Captain Forever Remix 就是一隻... 自己... 大聲 以我所知啦 就是一隻... 自己可以... 製造一個太空船的... 好像不用自己射擊的 應該是... 拿著這架飛機到處飛 但是被人打爆了之後呢 可以拆散一些部件 或者打爆了別人的飛船之後呢 就拿別人的部件去砌過自己的那架飛機的 我覺得這個玩法好像挺有趣 好像今天有... 好像是其中一隻今天那些焦點推介的遊戲來的 但是... 我認真點去看過那些... 評價之後呢 就說... 嗯... 砌那部份是挺好玩的 但是其實真的出到去... 打那部份呢 就... 操作啊... 或者... 射擊你沒有什麼控制呢 所以就... 遊戲性可能薄弱了一點點 而且去砌... 似乎砌這個飛機那個... 那個時候呢 是可能你爆了之後 或者... 呃... 每一關之間呢 是有限時間給你砌的 所以有時候呢 都未必可以砌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都是很快就將砌一堆就做飛船出來 那所以... 就... 這方面... 有些... 評價一般 但是見減到... 40-60% off 都可能值得一試的 7 days to die我就有玩過 一般啦 我覺得... 如果你要玩回求生遊戲都是... 我會說回Don't Starve 但是Don't Starve又不是很射擊 其實很多這些... 有喪屍的求生遊戲 某程度上都不是射擊的 因為你... 大部分時間... 還有很多的遊戲 你都不是用槍打喪屍的 你都是近戰找一些... 斧頭鎚仔那些去砍喪屍比較多的 那又有... 都有... 說這隻 H1C1的 但是這隻King of the Hill King of the Kill 好像是... 這隻是獨立出來的嘛 還有是... 比較人打人... 就... 不是那麼打喪屍的嘛 這個版本應該是... 沒有研究過 所以... 我... 我聽... 或者以我印象是... 不夠膽... 說真的是不是... Battleground... 適合... 適合你是不是... 適合你... 適合你就是你找來玩 我知道... 這隻近來很Hit啊 但是... 我看到他在Earlesis就... 不打算... 買來玩而已 還有... 所以知道... 那麼多... 即是... 當紅這些遊戲呢 就... 會有... 什麼人都有的 玩家方面 所以玩得上來... 你的... 那個... 質素呢 你的... 你... CRAZY MACHINE... 系列咯 都是... 都是類似的樣子 沒有減價 就是Battleground 沒有減價 新啊 而且一按Hit 他用什麼減價 對了 CRAZY MACHINE 都應該是... 應該是玩那些東西的 就是... 解謎 給你用很多不同 這些奇怪的工具 要想一下 怎樣... 要看我關 那關叫你做什麼 但是這個... 這樣看你 很難看他 這遊戲是做什麼 看看之前那一代 會不會容易理解呢 CRAZY MACHINE ELEMENTS CRAZY MACHINE GOLDEN GEAR 為什麼這麼低分呢 可能就是要你... 這裡會有個炮彈 一射出來 這東西向後退 這樣就會點著什麼 接著又再引爆什麼 再爆爆爆爆爆 總之... 做一連串的機關出來 多數是要你 可能把球掉到某些位置 推動某些東西 以前就INCREDIBLE MACHINE的系列 現在這裡有一系列的 CRAZY MACHINE 但是... 我都覺得是的 應該沒有以前那些那麼好的 XCOM 2 XCOM 2前兩天好像說過了 我應該會買... 可能會買一個XPANTION 因為這遊戲我自己就有了 減價... 那個價錢又怎麼樣 都... 不錯啊 都不... 也都不是太便宜了 67% 都還要150元 因為這遊戲自己比較貴 我那時候買是好像在... HUMBLE STORE 還是HUMBLE BUNDLE 某一個BUNDLE裡面有的 那時候就... 幾便宜了... 啊... 不是... 是某一個... HUMBLE MONTHLY 那些月包裡面是有XCOM 2的基本的遊戲 那時候我... 是這樣得回來的 HUMBLE MONTHLY都是... 好像12元左右 那... 其實裡面基本上都會有... 6、7個遊戲的 所以就... 底就一定是底的 但是... 由於它要你買了才知道 以及去到月底才知道 究竟開出來是什麼遊戲 除了一隻主要的遊戲 一早會告訴你之外 其餘有剩的遊戲呢 就要月底才知道 所以就... 有一點點冒險 究竟你... 如果買了那個月的那個 MONTHLY 結果是不是適合你玩的遊戲呢 就有些... 有些賭博成分 什麼時候拍新系列 嗯... 未知 暫時... 暫時... 起碼都會搞了Steam 這個... Steam Cell 這裡 玩了這個講遊戲 講到Steam Cell 完了之後 才再考慮 接著是Daisy 才好玩 不知道啦 你... Daisy好玩啦 還是Battlegrounds好玩啦 那... 兩隻我都沒有玩過 你們要爭論的話 你們才知道哪隻好玩啦 Battlegrounds要跟朋友組隊才好玩 但覺得一般 Killing for 2 我覺得好玩 亦都不用找朋友組隊 單人上去 在街外人 都好玩 我覺得Killing for 1 同意都是 因為其實... 合作也是之前說過啦 合作就當然有好處啦 但是... 就算是單人上去的遊戲 基本上不是太... 不是太複雜 你基本上自己知道 或者其他玩家都知道 那些怪怎樣打的話呢 就... 又不要走得太散的話呢 就OK的啦 那所以... 我比較喜歡這些... 不用... 太講求合作 但是... 又很容易一拍即合 這樣的遊戲啦 我就是覺得... TF2有這個... 這樣的... 成份在這裏的 有這樣的元素在這裏的 大家只要你大概會玩自己的class 跟著拍完 就會有些火花的啦 又不用說一定... 要... 要... 認真到 每次都開了 voice chat啊 等等才能合作到的那些 我覺得 Playday 2某程度上就是 如果你要玩... 玩... 潛行去做啦 就是... 對啦 要玩得好 而不是每次都變成大槍戰的話呢 你真的一定要跟人 voice chat這樣玩才行啦 除非你... 最簡單的那幾個任務 我都好像試過跟家人 都勉強可以做到 不讓警察發現 就已經控制得了那些人群啊 等等的 但你說去到複雜一點的那些關卡 真的不行啦 Pink the Town Red Pink the Town Red好像一隻... Unity 很簡單 有些Minecraft-feel的 Open World Game來的啦 讓我看新系列 有沒有Download Minecraft Play 因為我在... Minecraft還沒... 普及之前呢 就已經有玩過Minecraft 但是... 嗯... 當他... 我又沒有什麼... 跟人Multipair 有同朋友Multipair過Minecraft 但是就... 不是特別熱衷 我比較喜歡自己 也是自己當去求生遊戲那樣玩 但是... 之後加了很多很多內容下去啦 那就很多人玩啦 所以令到我覺得... 嗯... 我沒有什麼特別... 大興趣再回去啦 一樣玩法 Daisy是Armor 23的Mod 所以是免費 Battleground 沒有彈道系統 所以沒有那麼好 不真實 我覺得Battleground 人們進去都不是... 主要都不是為了真不真實的啦 主要只是為了... 互相撕殺的而已 而Daisy以前那隻Armor 23的Mod啦 但是... 現在新... 仍是Early Asus 那隻就獨立的啦 但是那隻仍是永世Early Asus 不知道會不會終於一日 終於推出到啦 HALF LIFE 2 我以前玩了大半左右啦 但是... 呃... 當我玩的時候 其實這遊戲都已經比較舊了 又不算... 非常吸引 HALF LIFE 2 以前其實出名在 是少數... 有故事性強... 的... FPS嘛 但是... 到我玩的時候 其實已經... FPS已經... 進步了很多啦 推出了很多... 故事都很好 的... 或者很多新玩法的FPS 所以那時候我玩... HALF LIFE 2的時候 已經不見得是... 很特別的一回事啦 但是... 呃... 就不影響自己作為一隻好遊戲的啦 我覺得... 我喜歡玩什麼類型啊? 我喜歡玩... 卡遊戲 玩... 塔房 玩... 射擊都OK 但不是特別喜歡... PVP 或者... 潛衡的遊戲啦 對啦 主要... 見這幾類的... 策略... 其實我... 很多東西都玩的... 你看我頻道... 我會拍了系列出來的... 就是我喜歡的東西啦 簡單來說... 對啦 好啦... 今晚說了一個多小時啦 又是... 到此為止的時候... 留下明天繼續說啦 Shadow of Mordor 是一隻我喜歡的遊戲 前一兩天有人問過... 我接下來有什麼遊戲期待 我回答了Destiny 2啦 也都其實... Shadow of Mordor 下一隻叫什麼? Shadow of Mordor 是另一隻我蠻期待的遊戲 PayPal 買的遊戲有便宜 之前我知道的... 不過我昨天去看的時候... 已經額滿了啦 沒有啦 即是手快有手慢沒有 我見到那個... 還去到一個廣告按進去... 已經說... 名額已滿之類啦 鐵拳七沒有 沒有玩鐵拳七 因為一直都沒有玩開鐵拳系列 也都不特別喜好3D格鬥 如果說格鬥遊戲的話... 對戰的格鬥遊戲我喜歡2D的 街霸... 那一系列 有...Halo War 好沒有 沒有玩過Halo War 不清楚 但我想要玩... Halo War是不是RTS來的? 對啦 如果要選... 要玩RTS的話 我覺得會有更加好的選擇 Halo War 話畢竟是在Console上出先 所以... 我想它玩法上應該會很遷就Console 可能兵... 的... 選擇啊 操作啊 都... 沒有說在電腦原生走出來的... RTS做得那麼好 我會相信 是會喜歡龍珠 我是喜歡龍珠 SHADOW 鐵拳 一般的 喜歡龍珠 這也有之前的Gerion Ball Cinoverse 但二代由於... 以我所知呢 就是... 基本上是一代的加強版 那我... 一代玩了一段時間 就都放下了 所以都... 不會考慮二代啦 基本上 都是純粹回去懷舊一下的感覺啦 但是... 我覺得Cinoverse其實... 打... 戰鬥的部分都頗悶 因為敵人都頗多血下 不斷衝過去一大輪 飛來飛去 再再一大輪 再放上氣功 結果都是再一大輪 那就... 要打好久啊 每一次戰鬥都 XBOXD Halo 超棒 Halo 正咯 但是Halo War 是... RTS 我就覺得應該會一般咯 Halo原本自己的射擊遊戲 我知道是好咯 但是... 呃... 它新的那些全部都沒有移植咯 PC就沒得玩啦 我沒有家庭機 如果要移植咯 PC的話才算啦 我會... 我會覺得可以一試 好啦 其他這些... 沒什麼需要再講住啦 好啦 那今天講到這個位置啦 留一點氣力 明天同樣時間九點鐘 再來看看... 有什麼值得推薦 還有走人啦 多謝大家收看今晚到此為止啦 拜拜 看看我們收到什麼卡啦 臨走的時候 然後... 又是繼續重複啊 近些... 撿了很多張卡 但是我結果撿來撿去 都是那四張不斷重複 可不可以給我... 對啦 我仍然只有四張而已 仍然是在重複啊 這是什麼... 我仍然是在重複啊 我仍然是在重複啊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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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像是哪一款遊戲 是Frozen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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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啦,我現在關掉了,你已經留守到最後啦,byebye 樣,樣,樣,這個不是院,我常都讀了院 E,U,N,G,樣,樣 對了,為什麼我們在中間就不用大街 特別原因 有聲嗎? 有聲嗎?有畫面? 現在應該有畫面了 先看看,測試有沒有聲,有沒有聲,有沒有聲 有聲,有聲,有聲 正確是有聲極 在大家稍等的期間我又再開一點點音樂 我發現之前其實我的音樂開得很小聲 所以大家根本聽不到 不過不要緊 重點都不是聽到不聽到的問題 是有一點點箭底 這個畫碗很大聲 隨意而言 是比如說 念旺 但剛好 你跟什麼 在某榮 內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